冬季第一场大风暴降临南加州 午夜时分伴随着闪电雷鸣 暴雨倾泻 海拔超过5000英尺的山区降雪6至12英寸 降雨持续至周一傍晚 随着风雨而来的还有南加疫情持续爆发 可用重症床位清零的坏消息 原本南加各县实施的加州居家避疫令28日到期 现在恐怕要延长到新年之后 今年的圣诞假日笼罩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之下 故宫卫生专家再三呼吁民众 假日不要出门旅行 不要聚会 但收效不大 寒冬气候加上假日人际交往的增加 南加新冠疫情居高不下 尤其是南加的人口大县洛杉矶县 在刚刚过去的周日 洛杉矶县的新冠新增确诊13580人 住院高达6815人 死亡44人 住院人数急速增加 使洛杉重症病房可用床位数清零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县公立医院一名医生描述当前情况时说 救护车常在医院中绕数小时 试图找一张床位 如果有更多的患者涌入 将很快迫使医院进行定量配给 洛杉矶与加州在全国最早实施居家避疫 提倡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疏离 人们感到困惑的是 为何不但不能遏制疫情 还看着疫情一天天失控而束手无策呢 旧金山加州大学流行病学家比保斯多明哥表示 没有像洛杉矶那样大而复杂的城市 最近似的城市可能是纽约 我们看到了纽约发生的一切 洛杉矶县有1000万人口 马里布 比弗利山的豪宅 城市无尽绵延和车水马龙的私家车 掩盖了当地贫穷与无家可归人口比例甚高 大量基本工人拥挤在最稠密社区的另一面向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计算 洛杉矶县是社会脆弱性得分很高的地区 这一评分根据平均收入 教育程度等因素 衡量出该地区受自然灾害或疾病爆发影响的严重程度 洛杉矶县拥有庞大的制造业部门 有美国最大的两个港口 这些行业的员工从事近距离工作 容易促进病毒的传播 洛杉矶的工厂当中有个别全体爆发 严重的已经感染了400多人 最近这个月 洛杉多家Costco Target Trader Joe's门店 还有年长者长期照顾中心 都出现了严重的群体爆发案例 这些就在华人聚集社区当中或者附近 而洛杉矶昂贵的住房市场 也对适当的社交疏离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在范围广泛的低收入社区 四五个人住在一户家庭是很平常的事 拥挤的房屋可能无处让感染者隔离 洛杉矶最近家庭内感染的案例也在迅速增加 洛杉矶具有的贫困和人口密度的双重特征 导致新冠这样的流行病发生时 会传播更快并且更具破坏性 洛杉矶公共卫生总监费雷尔表示 虽然洛杉矶的病例数是天文数字 但其防疫措施还是有一定成效的 洛杉每10万人中有93人死于新冠肺炎 低于伊利诺伊州的134人 亚利桑那州的121人 和佛罗里达州的103人 如果洛杉矶县是州 则死亡率将排名在第28位 不过费雷尔也指出 很多人没有遵守防疫措施 在假日的旅行和聚会 将导致疫情进一步上升 1月份洛杉将要应付更严重的疫情 天下卫视洛杉矶本集报道